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老五,我是老五,今天这一期啊,跟大家聊聊啊,土耳其派出军舰穿越台湾海峡,解放军派出052D立水号导弹驱逐舰,监控追踪土耳其的军舰 我相信啊,很多同学看到这个新闻第一反应可能会认为,土耳其是要来踩中国的红线吗?土耳其是要搞台湾问题了吗? 总而言之,我相信很多同学都会认为啊,这样的一种动作,一种行为可能是非常不友好的 但是啊,我必须要跟各位强调啊,也许在不同的时间段,不同的啊,这个国际局势之下出现的同一种类型的新闻 它可能代表的意义完全不一样,这也就是啊,国际政治啊,特别有意思的一点 从这个新闻,大家最起码都可以判断台湾问题的未来,不过呢,这个新闻没那么的小,这个新闻可以让大家看到中美博弈的一个未来呀 因为啊,这个土耳其的外长现在正在中国进行着访问 这个土耳其的外长,无论是在一中政策,台湾问题,包含新新疆的问题,都做出了自己的一个表态 那土耳其到底想要干嘛?为什么?啊,我刚才跟大家讲,土耳其穿越台湾海峡 那背后代表的意义可能不见得是啊,不友好的,那土耳其到底怎么回事呢? 大家听我慢慢来聊啊 首先啊,咱们先来看看这个新闻的本身啊 这是啊,土耳其的海军啊,阿达籍啊,反潜护卫舰 由南往北通过台湾的海峡啊,并在海峡中线移动航行 也就靠台湾一侧航行啊 然后这个大陆的解放军立即派出了052D立水号啊 这个导弹驱逐舰啊,一改过去在台海中线移西的监控模式啊 这一回呢,在这个海峡中线移动这个海域监控 这也是啊,解放军首度啊,这个派舰在台海中线移动监控外来的军舰 然后呢,这个该土耳其军舰啊,在大陆的军舰监控下 一路往北之后,疑似又绕到台湾岛的东侧 东部海域啊,在距离台湾本岛80海里处南下航行啊 总而言之吧,这个新闻非常的有意思啊 刚才跟大家提到了,这个新闻里面称啊 这是解放军第一次啊,在海峡中线来,海峡中线移动啊 这一次来执行任务 其实这确实是啊,非常有象征意义的一个事情啊 并不是说啊,这个解放军没办法突破这个海峡中线 它其实代表的是什么呢 代表着就是你美国人已经无能了 大家可能啊,有些同学可能会认为啊 这个老五,这咱们一说就是美国这不成事 美国不成事,这这这这没法不可理喻 对不对,美国现在还有世界的霸权 你怎么能这样来说呢 我跟各位讲,这是啊,从这个新闻来看 对不对,咱们往后去推嘛 从这个新闻看,为什么跟大家讲美国无能 它总是有原因的,对不对 咱们,咱们说这些东西啊,起来有次 对不对,咱不能够啊 那天天啊,做着视频 跟大家聊什么啊,这个沙大红龙啊 中国今天崩,明天崩啊 对不对,天天跟大家聊这些没意思 对不对,咱们得讲点逻辑啊 讲讲道理 看一看这些新闻背后都有什么样的意思 往后推推看一看 这些新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新闻 为什么跟大家讲美国不成事啊 首先啊,咱们先看土耳其这种行为 土耳其在海峡中线移东啊 这一侧来进行行情 解放军在海峡中线移东 进行监控 对不对 这个监控的行为 土耳其会跟中国顶着来吗 不会 为什么不会 刚才跟大家讲了 土耳其在这个外长 现在在中国进行访问 台湾问题 那是坚决的拥护啊 移动政策 人家都表了态了 所以说土耳其在台湾海峡 搞这个事情啊 他其实跟啊 所谓的影响移东政策无关 土耳其的外长说的非常的清楚啊 这个绝对的移动政策 对不对 然后呢 土耳其啊 这两年跟中国的关系也不错 尤其是在巴以冲突恶化之后 土耳其跟中国的关系非常的友好 然后土耳其不跟中国顶着来 不搞台湾问题 那做这个事情 这个解放军的军舰 在海峡中线以东啊 这个监控土耳其的军舰 土耳其也不会有多大的一个意见 对不对 没有多大的一个意见 那谁还会有意见 台湾有意见 台湾有意见又如何 对不对 台湾派出军舰 敢驱逐解放军的军舰吗 解放军052D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沥水号导弹驱逐舰 台湾有哪一种军舰 能够与052D啊 来对抗一下 这都是啊 对核心的一些问题 哪怕说啊 这个台湾的军舰 敢在台湾海峡 跟解放军的军舰啊 在这对抗 对不对 因为台湾海峡确实太窄了 那大陆这边的导弹 那是摆设吗 或者说远程的火箭弹 对不对 那是摆设吗 所以说台湾的军舰 也不敢往外去冒 如果敢往外去冒 敢啊 与中国的解放军的啊 这个军舰 在这对抗的话 现在 大陆的海警 也不可能完全控制 台湾海峡的执法权 实力在这摆着 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对不对 然后不是说台湾不愿意对抗 这个臣妾他做不到 对不对 土耳其不会与中国对抗 台湾啊 想想对抗 想与大陆对抗 臣妾做不到 那还有 还有谁不高兴 还有谁 要在台湾海峡 跟中国跟解放军的 这个 这个军舰想要对抗 那就是美国呀 但美国来不来呀 美国如果来了 解放军这个动作 其实就是告诉你美国人 你美国赶过台湾海峡 对不对 我军舰 你比如说你在台湾海峡中线 以东靠近台湾岛那一侧 在那航行 我的军舰就跑到台湾海峡 台湾岛海峡中线吧 以东那一侧 我也去那边 你美国还拿我没折 你的海峡中线 那就是个摆设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之前跟大家聊过海峡中线 对不对 美国人啊 美国人画出来的这条线 原来美国人好强强 好棒棒 好硬硬 在海峡中线画根线 对不对 然后就就啊 要求啊你解放军 你不能过这根啊 这根线 为什么美国当年能这么去干 美国强 但是来到了现在 你美国的军舰 赶过台湾海峡 对不对 我解放军的军舰 就去海峡中线的东色 你美国能怎么着 你美国人自己画的线 我就当着你的面 打你的脸 你美国能怎么着 为什么以前不干啊 对不对 最近美国人有脸不顺 对不对 在这个红海之上啊 被这个胡塞武装 拿着这个导弹啊 追美国的航母 这晚上一个游击队 你说追追官兵 你知道晚上 有点说不过去 但是事实它就发生了 美国不顺是吗 那美国不顺 那我那你在台湾海峡 你也甭想顺 这就是啊 美国这个霸 全往下去调的时候 哪哪哪都是问题啊 所以说美国会来吗 对不对 我解放军的这个军舰 在海峡中线移东啊 我在这想怎么开怎么开 对不对 我跟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军舰 没准是唱双簧 对不对 那的话啊 在这啊 来了 你台湾也没这个臣妾做不到的 没这个实力 那美国呢 我当着这个全世界的面 打你美国人的脸 打这个海峡中线的脸 你美国能怎么着 所以跟大家讲 从这个新闻 大家看到了什么 美国不成事了呀 这不是说啊 我跟大家怎么怎么着 这就是 这一目了然 对不对 一目了然的一个事情 你美国 现在你往海峡中线走一走 看一看 会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非常的有意思啊 但是啊 最开始跟大家讲 从这个新闻 大家看台湾问题的未来 其实小了 真的是小了 尤其是美国动不了 对不对 谁还能帮台湾 美国动不了 日本能不能动吗 还是指望着菲律宾 对不对 这个东南亚啊 这个强权啊 东南亚强权菲律宾 然后救助这个台湾岛吗 都不可能 台湾岛能往哪儿走 之前跟大家聊过吗 台湾死子 台湾死子 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对不对 这还不仅仅是啊 军事上 经济上 政治外交上 台湾都被 为师必阙了 为三缺一了 这事实就如此啊 别人是靠近 靠近不了台湾岛 谁靠近台湾岛 谁倒霉 土耳其的军舰来 对不对 土耳其军舰来 那其实也代表着 大陆的一种态度啊 那就是 台湾海峡 对不对 你要能过的话 你就过 我没有说不让谁过呀 虽然说 台湾海峡 那是我中国的内海 对不对 但是的话 我允许啊 我允许 这个是 这个台湾海峡 继续作为这个黄金水道 这样来存在 你土耳其的军舰来 来可以啊 没问题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是我啊 中国啊 非常开放 非常开放的一个态度 并没有讲啊 使用这个台湾海峡 来要挟谁 向谁向谁来收过炉费啊 咱们不是土匪 咱不是美国 对不对 总而言之吧 那中国用不着这样去做 这是一种态度 展示出来了 那其次呢 其次就是 你美国人来啊 你美国人画的海峡中线 未来还会有吗 就在这摆着 就直接打你的脸 那美国人不来 那美国人不来 那不就远离了吗 美国人来 美国人被打脸 美国人不来 那不就事实的被隔开了吗 台湾那不就事实的死子一颗了吗 所以说 大家没觉得这些新闻 特别有意思吗 对不对 然后但是的话 台湾啊 都未来已经摆在这 想改很难 对不对 这个 这个看到这样的一种结果 还是啊 还是啊 不够不够 不够好 这个新闻啊 然后呢 那下一步咱们就聊一聊啊 土耳其 从土耳其这个新闻 大家可以看到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未来 不仅可以看到土耳其 中国的未来 还能看到中美博弈的未来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啊 首先啊 这个土耳其的这个外长 现在正在中国进行访问啊 说了非常多的话 说了非常多的话 很多东西啊 我相信啊 对于土耳其的印象啊 并不是特别的好 尤其是在东突厥斯坦啊 等等等等 这些问题之上啊 土耳其早些年的表现 那叫一个恶劣 对不对 土耳其这个国家 哎呀 国中哈士奇 对不对 但是啊 来到今天 你看看土耳其 人家这外长讲的这个话 那叫一个 一个这个 nice啊 太nice了 特别的中听 为什么 是因为忽然间发现这个世界的真相了吗 还是说啊 这个忽然之间良心发现了 都不是啊 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激烈的改变 没有这个世界的变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大家干嘛要改呢 要干嘛要改变自己之前的做法 与说法呢 之前的做法是错误了吗 需要改 然后咱们先看看土耳其的外长啊 讲的这些话 为什么刚才跟大家讲 有可能土耳其是在跟中国 唱双簧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啊 就是说是个军舰穿越台海 那没准都都变成一个有利于大陆的事 大家没觉得很神奇吗 也许啊 土耳其这次派军舰穿越一下 那可能啊 这个接下来 这个中国大陆允许法国也穿越一下 对不对 然后这一次土耳其来 那是啊 这个解放军的军舰来到了海峡中线以东 对不对 下一次呢 可能是啊 这个追着这个法国的这个军舰 追到啊 这个台湾的这个 这台湾的这个啊 总人家把这个靠岸了都快 这才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啊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是不是唱双簧 不知道 但是的话 美国人你来吗 来了 来了的话 当着全人全世界的面 打一下脸 看你美国人 那个面子挂得住吗 这就是美国人面对的一个问题 咱们看一看 这个土耳其的外长都讲了哪些话 这个费丹啊 访问这个北京啊 接下来呢 还要啊 这个要去这个乌鲁木齐和喀什啊 进行参访 这个此前啊 这个土耳其的外长表示啊 土方不允许啊 在土耳其啊 从事破坏中国领土完整的活动啊 这个 这个四号的时候啊 这个与啊 这个中国的外长王毅啊 这个会谈当中的这个费丹啊 这个土耳其的外长费丹啊 还再次的强调 土政府高度重视对华的关系啊 这个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啊 支持中方维护自身核心的利益和重大的关切 土方反对阵营啊 对抗啊 反对阵营对抗 不认同不支持打压遏制中国发展的错误行径 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土耳其领土上从事死害中国主权安全的行为啊 要专访当中啊 他进一步称啊 改变世界啊 包括伊斯兰世界中关于对新疆维吾尔族文化权利和生活方面的现有认知 不仅对中国有益 对土耳其有益啊 也对所有人都有益 因此我们支持一个中国政策 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我说什么好 这忽然之间 你说的这个话就那么的nice和中听 当年国中哈士奇 对不对 在这个新疆问题之上啊 这个搞这个东突厥斯坦啊 土耳其也算是独一份了 可是就算是当年的那个土耳其走到今天 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干嘛了 这个世界到底出什么事了 你看一看这个土耳其外长讲的这些话 对不对 要啊 这个改变 改变世界啊 对于这个改变伊斯兰世界 改变世界 对于新疆维吾尔族文化权利和生活方面的现有认知 不仅对中国有益 对土耳其有益 也对所有人有益 现有认知是什么 现有认知是美国所宣传的 这个这个集中营 对不对 在教育营 种族灭绝 对不对 强制劳动 这是现在美国所主张的现有的认知 对于新疆的维吾尔族文化权利和生活方面的现有认知啊 对不对 那要改变呢 土耳其怎么了这是啊 那土耳其呢 要改变世界啊 这个对于啊 这个新疆的这种认知 说的这个话真好听 不仅是啊对于新疆问题 这个土耳其的外长有这种表态 台湾问题不是同样如此吗 我就是一中政策 恪守一中政策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啊 然后的话 支持中国的主权和领土的完整 对不对 以前为什么说的话 咱们不那么痛快 以前为什么在那搞东突 搞那个东突决斯坦 为什么啊 现在为什么改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啊 对不对 实力啊 人力啊 不允许啊 对不对 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所以说呢 土耳其啊 有这种变化 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事情 你弱的时候 人见人欺 你强的时候 大家必然 对不对 都得捧着你啊 那句著名的话嘛 你出于一个低位的时候 你往上去看 你看到的啊 那全都是啊 这个屁股 对不对 看见的全是屁股 你处于一个高位的时候 你往下看 你看到的全是笑脸 这个东西啊 他真的是没有任何的一个办法 其实这个世界很多的地方 他都是如此啊 大家可以慢慢的去发现 不是说有些国家变的啊 良心发现了 发现了这个世界的真相了 其实是 陈切做不到了 这才是世界的本质啊 这个土耳其的外长 不仅啊 在台湾问题啊 一个中国呀 上新疆问题上啊 做了一些表态啊 在这个巴以冲突啊 也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表态吧 这个土耳其的外长 费丹表示啊 土耳其啊 在巴以冲突这个问题上啊 同中方有着相似的立场 并强调啊 实现啊 加沙永久停火 和落实两国方案 才是解决之道 费丹指出 现在最紧要的是 阻止以色列在加沙 进行的种族灭绝 开展人道主义援助啊 与此同时啊 国际社会 应当立即落实两国方案 在这一问题上啊 这个土方高度赞扬 中方的立场 以支持啊 两国方案 支持停火 支持人道主义援助啊 这些都非常的重要 中国在这方面发挥了 非常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总而言之啊 土耳其这种态度 对不对 大家可以看到了啊 这个反正是啊 站在美国和以色列的对立面 以前我跟大家讲过啊 对不对 然后呢 美国跟以色列 在现在这样来搞事啊 你说对于中国来说 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不说具体的好事还是坏事啊 阿拉伯世界 伊斯兰世界 他对于中国的需要 他肯定是要加强的 对不对 因为想要落实两国方案 想希望啊 这个巴勒斯坦来建国的话 然后呢 按照现在美国的态度 指望美国人能做到吗 美国人都在 在这个巴勒斯坦问题上 扭捏了几十年 扭捏过来 扭捏过去 美国管巴勒斯坦人的死活吗 美国人管的 只不过是自己 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对不对 美国希望 借着巴勒斯坦问题啊 对于以色列 能够产生一种牵制 同时也跟啊 中东地区 其他的国家 产生一种关系啊 大家可以慢慢去思考啊 为什么巴勒斯坦会有这种作用啊 以色列如果说啊 太往前冲了 有点不听话 那巴勒斯坦问题 那我就得讲点人道主义 这是美国人以前玩的 对不对 两国方案 美国人以前也喊 几十年前美国人也喊两国方案 对不对 然后呢 如果说啊 这个以色列不听话了 那巴勒斯坦问题 就会啊 牵制 牵制以色列 那如果说啊 这个夸一下啊 这个说一下两国方案 那中东地区这些国家 对于美国的这个需求 就会加强 可是美国人现在 已经失去了大家的信任 现在大家都来找谁 对 另外一个这个世界的超级强权 对不对 来找啊 神秘的东方古国 希望两国方案能够落实啊 那所以说呢 土耳其现在来中国进行访问 非常的有意思啊 那接下来咱们看看 土耳其的这个外长 表态加入金砖这个事情啊 首先啊 这个土耳其的外长 表态加入金砖这个事情 他讲的话呀 太有意思了 其实从土耳其外长 讲这个话 大家也可以看到 这个世界的某一方面 这个真相 你想要有发展 你必须要做选择了 这个选择也非常的一个清楚啊 对不对 为什么这样去讲的 看一看他讲的这一句话 非常的短啊 这个土耳其的外长 费丹提到啊 尽管土耳其与欧盟建立了关税同盟 然后但土方也在积极探索 与多个伙伴在不同国际平台上 合作的机会 其中包括金砖国家合作机制 他表示啊 金砖国家可以为土耳其提供欧盟之外 良好的替代的选择 然后以提振其经济前景 这话什么意思 土耳其想要发展经济 要加入金砖组织 那讲这个话 为什么代表着 就是说 某些世界的真相呢 大家想想土耳其在欧洲 算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欧洲的边缘 欧亚大陆的交界点 欧洲的边缘 然后这样的一个土耳其 这样的一个土耳其 然后的话 不应该靠着欧洲啊 这个好好的发展自己的经济吗 那怎么着也算是个欧洲边缘国家吗 欧洲啊 按照以前这个世界的划分来说 那是有钱 有影响力的地方 靠着欧洲 那简直都是吃喝不尽 欧洲人不想要的一些东西 欧洲人不想吃的一些东西 你给他拿过来 你能把自己撑死 对不对 那小日子过的也挺美 那可是走到今天 怎么回事啊 金砖组织都快成为了欧盟的良好的替代选择 对不对 欧盟确实是能够给啊 这个欧洲的大量的国家 这个一个发展机会 从最啊 从最小的这个点来说 那个法国和德国给欧盟了不少钱 这算是欧洲啊 两个最大的国家 对不对 欧洲内部两个最大的国家啊 这个给这个欧盟 给了不少钱 很多的欧洲小国都就靠着 这个法国和德国啊 给点钱 自己啊 这个小日子才能过起来 所以说呢 欧盟从从最起码的角度上来说吧 然后他给欧洲的一些边缘国家 小国家 他提供了很多的一个机会 能够赚到钱的机会 可是走到现在 欧盟的边缘的国家 忽然间认为想要发展经济 要依靠金砖组织了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 那欧盟到底是什么 欧盟 那是个废物了 大家明白吗 欧洲的边缘国家 想要发展经济找金砖组织 那欧盟算个屁啊 对不对 如果说欧盟说了 对不对 你想要靠着我欧盟赚钱 你 你少跟那个金砖组织啊 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你跟金砖组织有关系的话 欧盟就不让你赚这个钱 如果说欧盟还能够理直气壮的 讲出这些话 能够做出这些事的话 那欧洲的这些边缘国家 小国家 那自然而然会远离金砖组织 可是 从土耳其的选择上来看 欧盟已经没那么值钱了 这才是最有意思的 欧洲的边缘国家 小国家都开始认为 欧盟没那么值钱 开始跟金砖组织勾勾勾勾勾勾 大家想想 这还是欧洲的边缘国家 那这个世界绝对大多数的国家 非洲的 亚洲的 拉美的这些国家 那要找谁啊 他只能来找 金砖组织啊 土耳其作为欧洲的边缘国家 然后呢 都认为金砖组织是这个 欧盟的良好替代选择 那像亚洲的 非洲的 拉美的这些国家 可没有一个欧盟这样的组织来选择 那你说他们找谁 那必然是金砖组织啊 这就是我跟大家讲的 这个世界的真相啊 对不对 想要赚钱 想要经济有发展 你就得来找金砖组织 你看看土耳其人的这个 这个态度啊 土耳其的外长费丹表示啊 他期待下周在俄罗斯参加一次啊 这个金砖国家组织的会议啊 届时金砖十国的外长将在俄罗斯西部城市啊 夏诺夫哥罗德啊 参会 然后为这个十月召开的喀山峰会啊 做好这个筹备的工作 所以说呢 这个土耳其希望啊 然后的话 在这个十月份的时候 可能就对啊 他这个加入学员组织啊 有一个态度上的展示 对不对 想要很快来个结果啊 对对 我想要加入金砖组织 对不对 然后呢 能够能不能快一点 特事特办 对不对 咱们来个加紧 处理 大家看到没有 那美国呢 欧盟不成事 其实背后也就代表着 美国某种角度也在马上去调啊 对不对 靠美国能不能有发展 当美国的小老弟能不能有发展 以前有啊 你问一问韩国 打听打听日本 还有那个台湾岛 对不对 尤其是韩国之前跟大家讲 特别有意思啊 就是部队锅 很多同学总认为部队锅是个笑话 但是我认为部队锅是一个现象 为什么叫现象 当年韩国是呢 日子可不好过呀 尤其二战结束之后 韩国到了八九十年代经济才算起飞 八九十年代之前 韩国的经济并不好 而且长时间还不 那个经济不如朝鲜 对不对 这就是韩国 那韩国经济不好 然后韩国人吃饭都有问题 韩国人吃饭有问题 那怎么样解决吃饭的问题 也就有了部队锅嘛 去美国的军事基地门口翻垃圾桶 翻美国大兵不要的啊 这个无餐肉都得带回去 然后就着这个 就着这个泡菜 对不对 就着那个辣白菜 然后煮一煮炖一炖 这就是部队锅嘛 对吧 这就是韩国的传统美食 很多同学对吧 这个笑话 但是这也代表着韩国人 当年的韩国人 去翻美军的垃圾桶 然后呢 他能够吃饱饭吗 他不吃这个东西 都饿死了 对不对 你看这个韩国的 这个芯片制造业 日本的啊 这个经济的发展 台湾的芯片制造业 其实都跟美国人相关的 美国人不要的 当年芯片制造业 是美国人不要 既耗水又耗电 劳动还密集型 对不对 这样的这样的产业 美国人不要的当年 扔给了韩国 扔给了日本 扔给了台湾这个岛 对不对 美国人不要的 结果呢 你看看 在台湾人靠着这个芯片制造业 过得还不错 日这个韩国人靠着这个芯片制造业 过得也可以 对不对 这就是当年美国的实力啊 可是走到今天呢 金冠组织 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形象 对不对 然后对吧 那靠美国呢 美国现在能靠吗 美国贸易保护啊 对不对 美国现在还惦记着台积电 赶紧能去美国呢 那靠欧洲呢 靠欧洲 如果能够吃喝不尽的话 那就得为欧洲 马首是瞻 坚决不能够做出啊 这个违反欧盟意愿的事情 跟这个金砖组织 勾勾搭搭搭 三心二意 那绝对不允许 可是走到今天 土耳其三心二意了 世界的未来在哪 这都一目了然了 同学们 对不对 咱慢慢看吧 很多的事情啊 非常的有意思啊 尤其是土耳其现在这个态度 土耳其的军舰穿越台湾海峡 代表着什么呢 对不对 没准是一种双簧 下一步没准法国人来 对不对 解放军的军舰 追踪土耳其的军舰 追踪法国的军舰 会追去哪呢 这还真不好说 那美国人能来吗 对不对 美国人来 那当着全世界的面打脸 然后的话 那美国人不来 台湾死死一颗 对不对 而且呢 大家都在走向中国 土耳其也来了 一中政策 新疆问题 台湾问题 表态的 那叫一个清楚 精准组织 我要加入 全世界快来看 对不对 我作为 我土耳其作为欧洲边缘的国家 虽然说欧盟很好 但是我们认为啊 这个精准组织 是我们 这个这个啊 这个提振经济啊 前景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织 我要加入 而且特事特办 赶紧加快给我办理 全世界 其他的国家将会怎么看呢 好吧 今天这一期啊 就聊到这儿了 感谢各位啊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